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上周我讲的一条视频 叫中国APP霸榜的视频被很多人怼了 怼我的人是讲说中国就抄袭,从来不创新 这种东西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然后低人权,低工资,超长时间工作,35岁退休 然后服从性,包括像有些人讲的服从性叫奴性 国人一边认为自己被歧视了 然后一边又缺乏同情心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 我经常会发一些视频被人怼 像这条视频其实是在上上周五的直播的第二个故事 讲完了以后,我又把它单独截出来 然后放到频道里面去 然后被心理奶爸推荐 然后导致很多人看到这条视频 然后就有我估计心理奶爸的某些关注者 是相对来说是无法接受中国有什么地方可以做的好的 他们比较绝对,你只要说中国哪做的还不错 他们就会觉得受到了侵犯 所以他们上来怼了我一顿,今天咱们就要解释一下这个事 我这人心意儿比较小啊,谁怼我我得怼我回去 首先呢,关于抄袭和创新的事情啊,什么叫抄袭,什么叫创新 你看美国人他们就永远都在创新嘛 他们的创新都是无根之无源之水嘛,也不是啊 他们也是要借鉴别人的东西 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走 其实所有的现在的这种科学创新,或者包括一些商业创新都是这么来的 并没有哪个创新说,我这就是完完全全这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跟谁都不一样啊 所以呢,不要讲说我们这东西就是抄袭 特别是我们讲的这几个应用,甭管是TikTok,还是Timo,还是剪映,他抄谁了 包括深印,他抄谁了,对吧,你们也说不清楚他抄了谁了,他抄亚马逊了,他跟亚马逊一样吗 你没有看出其中的差异吗 他要真抄亚马逊,那为什么亚马逊现在还会感觉到有压力呢 那么我们来讲一讲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抄袭案例吧 然后以及他们到底做没做创新 最有名的一个啊,有一个软件叫ICQ啊 ICQ是在互联网早期由以色列人开发的一个即时通讯软件 后来呢,有一个公司说,那我抄一个吧 这东西挺好用的,对吧 他们抄了一个东西叫开放的ICQ 就是OpenICQ,OICQ啊,起了个名字叫这个 然后这个公司呢,在2000年被ICQ起诉了 啊,说你起,你起害我名字了啊 啊,不能叫OICQ,你明显是来碰词的嘛 对吧,那么他说呢,算了,我改个名字吧 然后这个改成叫什么呢,叫QQ 对吧,就是这个是QQ就是这么来的 就是一开始呢,抄了啊,确实是照人ICQ做的 后来QQ其实也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创新 QQ秀,然后QQ的对进行高并发的这个应对 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你原来能够应对一万人 我现在能应对一百万人,这就叫创新 对吧,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才叫创新 你把原来那个系统你搁在一百万人下 他可能直接就崩了啊,你像ICQ这种系统 你可能扔到一个中国十几亿用户的时候 他就直接崩了啊,那么你对于QQ来说 他就没有问题,包括中国政府对他可能还有一些特殊的管理要求 那么这种东西你要在ICQ上去做 他可能也做不下来,他可能最后会被封禁 那么QQ说我能够把所有的要求都搞定啊 你要求什么事,我一二三四照着去做 这个事其实ICQ是做不到的 这就是创新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抄,首先我要承认 有一点我觉得是要一定要强调的 如果我抄了谁了,接见了谁了 或者说我用了谁的开源代码了 一定要承认啊 不要在那说你用了人家东西,你说我不承认 我自己还是完全自主研发,自主日产权 这个事呢是比较丢人的 抄袭这件事本身并不容易 原来呢咱们老说腾讯会抄袭啊 腾讯那时候还给他起了一个很蔑视的名字 叫狗日的企鹅,对吧 因为他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我抄人家 让人无路可走 因为腾讯本身的产品能力非常强 他经常抄完了以后比你原来那还好 对吧,这个就像什么的过程 就是叫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还有钱,还有流量 所以他抄完了以后本人弄死啊 这个事非常多 但是抄袭本身这件事并不容易 你能够把它抄好 能够严丝合分像素级拷贝 这个事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看到抄袭其实分很多层次 第一个层次 我看别人做一东西 看着还行,我也试试 这种人呢叫眼高手低,对吧 你看人家的行,你也想试试 你是光看见贼吃的,我没有看见贼挨打 人家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其实不懂的 第二种叫什么,叫像素级拷贝 什么叫像素级拷贝 就是你原来这有一个小红点 我也要给你做一个小红点 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 先做事再说 这个人家可能的小红点是点错了 对吧,当你这也有 这个事是叫像素级拷贝 你至少到像素级拷贝了 算是一个及格的一个抄袭者了 你说我这个看人一眼 我就想做这种的,就属于是不及格的 因为经常是别人很大的系统,很复杂的系统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每一个细节是怎么设计的 那么一定要能够有像素级拷贝的能力 我先一模一样,先抄过来 抄完了以后干嘛呢 再去运营,去看数据,去调试 调完了以后发现 这一红点我不知道干嘛了 但我像素级拷贝一定要拷过来 拷完了以后呢 做AP测试嘛 100个人看到红点了,100个人没看到红点 然后发现点击率差不多,那这红点其实没啥用 删掉,他会这样来做这个事情 像素级拷贝完了以后 就是我们要深度的去运营 去理解整个这个软件的底层逻辑 这就又往前走了一步了 就是我不是说照猫画虎了 对吧,我是让这个我画的这个东西跑起来了 跑完了以后 我发现这个腿画的短了一点 跑的不是很利索啊 给它补偿一些 我发现原来那个系统可能哪有一个错误 有一个bug 我把它修了吧 这个是往后走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就其实已经开始在创新了 这是拷贝的或者说抄袭的下一个层次 但这还不算最高的层次啊 再往后一个层次是什么 就是反编译 对吧 就是我把你的代码拿回来拆包反编译 然后我看看里头原代码到底是怎么写的 这是怎么干的呢 计算机的程序其实我们是用高级语言写的 就这些高级语言你用英语的方式是基本上可以看懂的 哪怕你不是学计算机的 然后你拿着这些代码你从头到尾去读一遍 稍微聪明点人是能看懂的 但是这种东西计算机是不执行的啊 那么后边怎么办 他要编译 把它编译成0101的这种二进制的执行代码 再抄袭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反编译啊 就是我通过这个0101的这个代码 然后再把它翻回来啊 翻成这个可以人去解读的这个代码 这就是再往后一步了 再往前走一步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把它拆开了重新排来组合 那我现在比如说拿到了三款软件 做的都还不错 那我们把三款软件都研究透了 然后我们各取其长 然后最后再做出一款新的来 那么这个过程到底是在创新呢 还是在抄袭 其实已经界限比较模糊了 但是只有到这一步 才算是抄袭的一个最高境界了啊 我可以理解啊 你的软件到底做成什么样的 你到底是每一个细节是为什么这么设置了 你这个设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都可以理解的很清楚 然后可能两三个软件都理解完了以后 可以拼出一个来 这个是最强的 这个呢有点像什么 就是让你重新写一篇作文 跟让你默写一个鲁迅的名片 到底哪一个更容易 其实我宁肯去重写一篇新的 因为鲁迅他跟我们毕竟差着年代呢 他说话的那个方式又很奇怪 我每次上中学的时候 默写鲁迅作文的时候都很痛苦的 对吧 因为他不是按你日常习惯的一个方法来说话的 淘宝啊 抄袭eBay其实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就是淘宝最开始是 就是想像eBay那样去抄啊 你看eBay这做的不错 我也要去做一个 但是呢 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叫中间担保账户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里头有一个东西叫支付宝 原来eBay刚在国内开始流行的时候 大家特别实行什么 就是穿快递的衣服出去骗钱 就是因为大家互相买东西 买完东西以后 这个他需要让快递公司去上门取货 然后他就穿着快递的衣服上那去取货了 取完货以后 他就跟你说说快递没收到 对吧 因为他是他自己穿着快递的衣服去取的货 那个时候eBay就出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事情在国内 淘宝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让大家可以叫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就是淘宝的自诺根是这个 那么eBay遇到这种问题 他就上支付宝 那怎么做我这头买东西了 我把钱没有给卖家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把钱给人家 人家还不给你发货呢 对吧 说我东西发了 但是实际上没发 因为那个时候的快递 没有像现在这么电子化数字化 对吧 他没法做很有效的跟踪 你可以穿着快递衣服去拿线 然后他也可以说我发了 但其实没发 这事都是可以的 那么支付宝干的事情就是 你把钱搁这 我给你放在中间 放在阿里这不给你卖家 也不给你卖家 搁在这搁着 然后到什么时候给那边 买家收到货了 验收了 说我东西收着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再把钱付给卖家 在这个过程中 淘宝是不是做了创新 还是说他就是超eBay 你只要超过eBay 你这辈子就抬不去头来 超eBay这件事 你承认就算完事了 我是从eBay致敬了一下 行不行 我致敬了一下 然后我就做出来淘宝 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做了改进 做了支付宝这样的一种 中间担保账户来保证买卖双方的利益和诚信 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在创新了 咱们再讲到支付宝这东西 支付宝这个东西其实一直在被起诉 被谁呢 叫有一公司在日本电通 一直在诉他这个专利侵权 专利是什么呢 叫管理交易和清算的方法 通知关于消费动向的消息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这个叫第三方支付 就是你既不是第一方 也不是第二方而是除了买卖之外的第三方 就是他的解释是这么解释了 你如果发生交易了啊 或者发生清算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有一个机制来去通知买卖双方 这个交易的状态变化 就是日本电通是申请了这样的一个专利 所以他不光是卖告支付宝 他还告财富通 就是腾讯手下的那个支付工具 他都去告去了 就是你只要是第三方支付 他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侵权的事情 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或者说你这个东西 其实并没有用到电商里的去 对吧 他讲的是叫管理交易和清算的方法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电商啥事了 但是我觉得支付宝还是很伟大的一个创新 那么效率的提升也是创新 原来我可以盯10万人 现在我可以盯100万人 这东西也是创新 很多人就不服啊 说你看这个人家明明做过了 你不承认 对吧 首先第一件是我们承认 说我们抄了谁了 我们借鉴了谁了 我们致敬了谁了 我们得承认啊 这个事就好多了 因为以前有一故事 故事谁 马克图文 人家说哎 你的所有的书都是抄的 一个字不差 你书上的所有的文字 一个每一个单词 我都在别地见过 对吧 然后马克图文就很生气 说我明明是原创的小说 对吧 你凭什么说我是抄袭的呢 说你把那本书给我拿来 对吧 你只要拿上这本书来 说我书上的每一个单词 每一个字 在这本书上都有 对吧 然后第二天人家给他寄了本字典来 对吧 你要按这个说 那天下文章一大抄 大家都在抄就完事了 中国人有时候不那么擅长 去做很底层的那些研究 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啊 但是中国人很擅长干嘛呢 中国人很擅长解数学题 什么叫解数学题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在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成本 这个有限的已知条件下 然后我得到我想要的最有解 这是中国人最擅长干的事情 咱们以前经常讲说做游戏 不同的地方的人做出游戏 有不一样的特性 美国人做的游戏均衡 欧洲人做的游戏好玩 日本人做的游戏好看 中国人做的游戏赚钱 对吧 咱们就喜欢算这个数 中国人做的游戏是最赚钱的 其实很多TikTok的这种成功 或者说很多我们的产品的成功呢 就正好说明了这件事情 TikTok是怎么成功的 我跟大家讲 就他没有那么英明生物 说我一上来就是说 已经看透了人间世故 大家到底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我都看明白了 对吧我就要这么去做 前置500年或者500年 对吧 没有这个 TikTok的成功方式很简单 就是说我一开始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系统 然后呢 虚心的向用户学习 用户想要这样去用我的系统 或者用户产生了很多 某一类的内容 然后这一类内容 有一定什么样的这种传播特性 那我就把这一块的需求 给他解决掉 把这一块的内容 让他更好的去传播 这就是TikTok成功的方式 其实像我们前面看到的 讲到的像腾讯 做QQ 包括淘宝 做支付宝 做整个这些东西 实际上都是这样 他先搭建了一个不完美的系统 哪怕说我先抄了一个不完美的系统 然后我在里面去 根据用户的行为 根据用户的使用和比较难过的 这个点 我再把它改掉 把它改好不就完事了吗 在改的这个过程中就在创新 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以前盛大的理论 我是盛大老盛大 盛大代理了韩国公司的游戏 叫传奇 他代理回来的时候 那个代码烂得一塌糊涂 因为当时的我的老板叫陈大年 他就跟我讲说 那个游戏代理回来以后天天崩 每天都崩 最后是一个是他 还有一个叫谭群招 就是他们两个人负责改了一个bug 每天晚上有一个人在这值班 就是今天你值班 明天我值班 然后就是搞的 反正最后把身体也搞的很累 能够保证那个程序一直运行下去 当时那个时代里 网游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每周停机一天 所有累计的bug 累计的东西都清一清 这样就可以保证再跑一周 但是当时他们代理这个传奇 压根就没有这个能力 就每天晚上都崩 最后他们就生生的 把它改到一个什么程度 改到了一个 可以连续开机不停机的程度 就是他们改的比 其他的那些人的代码还好 那么这个过程 你说我是在抄袭 我还是在创新 再在传奇的基础上 再去做出 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来 对吧 支撑了中国最早的这种游戏上市公司 就是这么来的 那你说这个过程 因为你改了传奇的代码 那么你后边就都不算创新了吗 这个不能这么讲 原神跟塞尔达传说 其实也有这种相爱相杀的故事 因为塞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是一个 有史以来的神作 2017年发布的 然后在2017年 所有跟游戏相关的奖项 基本上被他拿干净了 一个都不剩 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那原神大概是在2018年 还是2017年立项的 做完了以后 就开始到各个展示会上去展示 说我们准备做这样的一款游戏 等他开始做的时候 就被质疑说 你怎么能够抄袭塞尔达传说 大家注意 承认 说我们借鉴致敬了塞尔达传说 然后我们也借鉴致敬了 很多其他的游戏 但是首先先讲 你不能说这个 你明明用了人家了 然后你说 我不承认 我自主研发 自主知识产权 这事是不行的 首先连底药 我记得是在2018年的 上海的ChinaJoy上 帮人去把索尼的展台砸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原神的游戏 作为索尼的 就是PS游戏机上的这种 首发游戏 在那上做展示 索尼应该原创 应该支持艺术 你怎么能够把一个抄袭的游戏 放在你的展台上去展示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运营 原神已经变成了 完完全全的另外一款游戏 你说里头还能够看到 塞尔达的影子吗 还能看到 但是呢 它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远了 已经完完全全 不一样的一个游戏了 甚至前两天发布的 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就是塞尔达传说续集的 这个十分钟 实际演示的视频里头 很多人说 你是不是又抄回这个原神去了 原来我们都说原神抄塞尔达 现在塞尔达 是不是又抄原神去了 对吧 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出来了 其实大家经常说抄袭的还有谁 安卓 经常说安卓抄iPhone 对吧 iPhone比较早出了一年 而且iPhone的这帮设计师确实厉害 所以可能说 这个安卓手机长得跟iPhone一样 或者这个安卓又抄了iPhone的 那个功能 原来经常讲这个 后来转一圈回来说 你看现在iPhone每一次升级 就可以开始抄安卓了 对吧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两个游戏 跟大家报几个数字 塞尔达传说 我看到了一个数字 大概是卖了2800万份 因为它有的是30美金卖的 有40美金卖的 有50美金卖的 或者60美金卖的都有 假设我们40美金一份来卖 大概也能卖了十几亿美金 那整个的团队大概有300多人 6年出一个版本 因为2017年 到今年是6年了 出下一个版本 中间做了一个DLC 就做了一个补充包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可能修修bug就完事了 就没有再往这个游戏里添加内容 这就是塞尔达传说的一个 基本情况 原神是什么情况 大家刚才注意 塞尔达传说是2800万份 原神的数据叫月活6500万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一个月活跃的用户 有6500万 以前活跃过 今天不来的不算了 对吧 这个塞尔达传说是累计卖了这么多 然后像原神的话 我估计累计玩家应该有好几亿了 这个肯定是塞尔达传说的 可能十倍以上的用户量 这个没办法 因为Switch大概一共就卖了 1.3亿只 但是手机有多少 对吧 因为原神是一个手机游戏 PC游戏 主机游戏 原来PS上有 所以它的这个量 肯定是比塞尔达要大得多得多 然后挣的钱 刚才我们说塞尔达 可能卖了十亿美金 或者更多一些十几亿美金 那么原神卖了多少钱 是27亿美金 然后原神的团队 有多少人 上千人 而且原神是怎么更新的 像塞尔达是6年 做一个版本 或者中间只更新了一个DLC 这是塞尔达的更新速度 而原神是每40天更新一次 从2020年上线 一直到2023年 每40天更新一次 从来没断过 然后每一次更新 内容都非常非常的多 疯狂的往里填东西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创新方式 就是这样了 对吧 人家6年一个版本 你这儿40天一个新版本 6040天往里加东西 每40天往里加东西 很多人都在指责说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不是国产创新 其实我前面也讲过这个问题 中国的高铁也是这么造出来的 中国的汽车也是这么造出来 中国的什么电视 手机什么都是这么造出来的 中国电视 我先从美国 从日本 从其他地方 德国引进生产线 然后我再自己造 全部国产化以后 自己慢慢造 然后把其他品牌都挤出去 现在中国电视行销全球 手机也是这样的 三星摩托罗拉到天津去建厂 然后我们把这事学会了 然后果链在中国建厂 把这事学会了 然后中国造全世界 可能80%90%的手机都在这儿造 然后汽车 其实也是依然是干这个事情 我们上来 这个大众 然后这个北京吉普 什么广汽本田 什么到中国来造车 然后我们学会了以后 然后造全世界的汽车 依然在干这个事情 这个高铁也是这么个过程 我们先从日本德国 去引进人家的高铁生产线 然后引进完了以后 慢慢国产化率逐渐提升 飞机其实一样 只是现在第一架飞机 或者前面几架飞机还在飞 然后你等过个三五年 你再看 这个飞机的国产化率 自然会上去 不用想这个事 就中国人的创新方式 一直是这样干的 至于说其他的 你说我内卷了 我这个35岁没工作了 我这个长时间加班 这种事不要去骂中国人 也不要去骂这些老板 这个就是劳动法执行的不严格 对吧 你去骂那个立法 那个执法的人去 对吧 那你说我这儿立法立成这样了 那这个大家一周工作五天 一天工作八小时 那有人不严格执行 让大家无偿加班了 但你又不去处罚他 对吧 那么如果有一个老板说 那我自学吧 对吧 我就让每个员工一周就工作 40个小时就完事了 那他就会破产 他就会倒闭 对吧 你跟这个 一千人 上千人上去 四十天更新一个版本的这种团队 你怎么打 你打不过他 对吧 那你只能是死 所以这个事 是环境 政策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 然后最后要讲什么呢 就是谁是原创 谁是第一个提出这件事 其实没有那么大意义 我记得以前经常碰到一些人 他们就会坐在这说 你看这个事情很厉害吧 比如说滴滴 现在很厉害吧 说最早提出这个事情的人是我呀 虽然我没做出来 但是我最早想到的 我在他之前也想到了 但这种事你没法去验证他 然后他每次给你讲这个话 讲得信高采烈 眉飞色舞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讨厌 对吧 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就不要讲说这个事 最早是谁干的 我们抄了 借鉴了 致敬了 我们承认 这个事我觉得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在座的创新 在座的努力 在座的所有东西 都是有价值的 应该被尊重 应该被大家所记住的 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对于说 中国人做APP也好 中国人做游戏也好 中国人做所有的这些 就是做的比较好的事情也好 我是真心的感到自豪的 然后中国人最可敬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为了改善生活 为了子孙后代改善生活 付出巨大的艰辛和努力 以及牺牲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地方 你能够看我的视频 对吧 能够听简体中文 能够听我去讲故事 我相信大部分应该还是中国人 就是一定要想清楚 看清楚我们自己身上可爱的地方 我们自己身上价值在什么地方 不要把自我直接迷失掉 那个就没意思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帮我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 有能力的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